請簡淑培議員 好 那個議長 我想我還是要針對 剛剛大家已經有提到 2月17號柯市長去參加這個杜鑽花節 然後對於許淑華議員 在議會監督預算 所做的這個不當言論的部分 我認為議會應該集體提出譴責 因為 我們任何一個議員 都可能三減預算 都是本於我們的職權去進行監督 但柯市長在聽到 當時黃立遠處長的報告的時候 說因為杜鑽花長得不好 是因為許淑華三了兩百萬的政治操作 請問 如果這兩百萬我一樣給了台北市 今年杜鑽花就會長得好嗎 如果一樣兩百萬給了天氣溫暖 所以杜鑽花長不好 那跟議員三預算怎麼關係 市長為什麼就跟著這樣的話 就罵國話 罵國罵 來罵 來汙辱議員 我覺得這個是對全台北市所有的議員的一個羞辱 這個預算 去年所通過的這個預算 在這一筆預算上面 台北市議會 是沒有表決的 我們是用合議制出去的 所以柯文哲罵的這個國罵 不是只有針對許淑華議員 是針對我們台北市所有集體的議員 因為我們讓這筆預算三減的通過 所以如果這一件事情 台北市議會沒有一個立場的話 我給你講 任何人 只要你嚴格監督 讓市長不滿意 讓局處官員花錢花的不爽 你們就會被罵國罵 這是應該的嗎 這是民主制度嗎 這是對認真的女性議員的一種極大的羞辱 而且柯市長對於女性的羞辱不止一次 這一次對女性議員 對於認真的議員做這樣的羞辱 我覺得如果我們再不表達 柯市長會繼續延續下去啊 柯市長也曾經講過 有任期的選舉制度 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現在連任的柯市長 你就是最大的實踐者 因為你上任連任之後 我們看不到你的建樹 結果你第一 這個開議第一個時間就請假 去蕭媽祖 然後全身貼上酸痛腳步 然後我們台北市政要上葉克摩嗎 你的雙子星 你的大巨蛋 剛剛大家都講過 還有包含我們東區商圈的沒落 如果是你第一屆的市長 柯文哲的話 我相信你上任 第一個心情就到現場去了 你到什麼時候才去 你到上個禮拜才去找我們的 地方的里長 去關心東區沒落的問題 光榮城市 進步城市 去關心東區 那些大巨蛋 能夠不會呢 或是有些這樣